今年的10月1日 其實我們都很希望能夠在我們區域掛國旗去慶祝 但因為網上的一些號召掛國旗 基本上都有機會受到襲擊 甚至私懶也算是小事 我們最擔心的是一些人命的傷亡問題 10月1日當日我們的沙田之報 都有受到很大的衝擊 有一班黑衣人衝進去打爛了樓下的鐵閘 也損壞了密碼 打爛閉路電視 進去所有東西都爛了 玻璃都爛了 連廁所都爛了 禮手還有一些手提電腦被人在樓上扔下 之後其實我們沙田之報有受到第二次的攻擊 就是接住了一個星期之後 第二次還過分 他們就拿了滅火筒 就周圍噴 將他們打爛的東西 上面就鋪滿了一大堆粉末的東西 我們整個辦公室是沒有辦法啟用 在這個之前 其實我們都看到很多的 我們一些議員辦事處 都被人打爛了 有些就打爛玻璃窗 然後就失調 消防喉進去就放水 有些就扔個氣油膽 就燒爛它 說真的我們在地區 我自己本人在2009年 在沙田的工作 我們在這裡已經做了十年的工作 其實一場的政治風波 其實就令到我們所有 好像我這樣一樣 在地區埋密耕耘了很多年的人 其實他們的努力 很大機會很付諸白費 因為大家只想著 只是在政治議題上去做這些炒作 即是基本上立場行先的話 你完全不看民生事件 亦都是令到我們做這個地區工作的時候 就非常之難做 因為修補這個撕裂 絕對不是靠一個人 是靠我們整個社會 大家一起去談 一起去探討 其實九月份之後 你看到其實世界各地的地方 都是發生這些類似 反政府一些示威的潮流 但如果我們是願意爭氣 我們是願意由低谷再起 回身的話 我們相信我們的香港依然都會美好的 看鄉島聽語 了解更多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作詞文字幕作詞文字幕作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